师父年轻的时候 也是二十来岁就开始学佛了 但是师父刚开始学佛了 也是读了一两年经典吧 那个时候是想修行 但是是想的 脑袋里想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要寻找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要善知识了 就是说要找师父 这个东西虽然好 自己好像经典也看懂一点 但是没有师父教还是不行 那个时候才二十出头 可能这也是过去世带来的善根吧 师父也没有学过如何依止善知识 前面什么都没学过 那个时候看过一两本经典 学佛这个善知识很重要 修行也不是一辈子的事 生生世世你都得有善知识 没有善知识呢 你下辈子很容易就 就是找不到团队 你看我们你们这辈子来了 你看大家都是道友啊 是吧 下辈子你要找善知识就不难了 这个修行呢是生生世世的事情 所以说你们如果这辈子 你们找到了这个正法的团队 下辈子再来呢 你要可能你不能一下找到善知识 但是你有好的道友会把你带过来 因为有缘嘛 离开来缘是不可能找得到善知识的 这个缘是特别重要 道友金刚道友 你们的道友之间的善缘 一个带一个慢慢就过来了 师父呢也是希望这个快乐的本质 和真实的自由 广泛的传播 师父现在的愿望呢 就是大家都能够学会 怎么样的去传这个正法 其实你们几年前也是一样的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但现在你们学到了一点点 你们慢慢地感受到这个法喜了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 你看中国14亿人 你看现在才几个人学 是吧 我想至少有10%的人是有善根的吧 这少说的是吧 我觉得10%到30%的人是有善根的 只要我们去愿意去带他们 他们都能走进来 但是确实有些人是带不进来的 你怎么教都教不会的 他都没有善根的人 善根太差 但是10%到30%的人是有善根的 只要你跟他讲明白了 听懂了 一点点他都会来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发心 所以我今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 特别是今年 就是心里面就是装着这个事 走到哪里都希望师傅们 那个居士们 大家都要去发心 把你们学到的这个好的东西 你们去传播 传给你的朋友 他不看也没关系 你多发几遍 说不定他就看进去了 他就受益了 他说了 他以后会感恩你 这个就是法布施 这也是一种布施 法布施 你这传播了就是一种布施 你学到了以后 这种法以后 你学了会用 用到你自己身上了 是吧 你想办法 你要善巧方便 去让你的那些有缘的 亲朋好友 一切有缘的人 甚至网上跟你 没见过面的 说不定有缘 对不对 你看网聊聊聊的 有缘的人就能聊上 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去发 跟你有缘的人就会看 跟你没缘的人 他就不看 虽然你们没见过面 可能也不认识 但是有缘他就会看 所以说网络传播也是很重要 现在网络还是比较方便 其实我们学好了正法 我们工作得更轻松 家庭更和谐 不用那么累 但是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 有智慧 你有智慧 你不需要那么累的 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的 没智慧的人就是很累 压力很大 心量小 烦恼多 他就肯定的 走到哪里都不顺 不顺不顺自己的原因 从自身找原因 为什么 我们学佛就是从自身找原因 要是你们好好努力的话 就是你们一个人 一个人传两到三个人 两到三个人传这个 R的N字方快得很了 这就跟你用不用心的问题了 我今天还在讲呢 要是发展一个给你一万块钱奖金 你快得很 没奖金的动力不够 就是你要是真的把一个人带进来学到正法 比给你一万块钱要强一万倍都不值 这种你看你度了一个人 你看看这个哪是有值一万块钱 这个无价的 你还不懂 你懂了你就知道 把一个人带进来 那么你们 身身世世 你们都互相 你帮他 他帮你 你这一次走到这里来 说不定就是你上一世 帮了某一个人 你这辈子 你看就提前坐到这里来了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你不帮人 你看就坐不到这里来 我相信你们提前先到这里来了 都是愿意帮人的 是吧 这个人世间就是这样的 你到了这里 你就觉得哎呀 没什么 但是你没来的人 就是很难很难 就像那个投胎一样的 是吧 你要拖到皇宫里了 是吧 生下来就是王子 没什么 觉得很正常 是吧 但是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啊 这样投胎是一样的 到了就觉得挺简单的 但是没来 就是千难万难 很难 就是靠姻缘 靠福德了 是吧 就是说这个姻缘福德 就是我刚才说的 大家要去帮人 你帮了别人 你就有福德了 下辈子再遇到道友啊 善知识啊 正法啊 就很容易了 有人会叫你来 是吧 有人会找你来 这就是你们自己修来的 帮助人 大家应该叫你来 你应该离开 我以为你你们这期待 就是我